好,在其中下看 刚才我就跟大家把这个请求行给他讲清楚了 因为请求行里面主要请求方式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HP请求里面的请求头 好,那在HP协议里面 它总共就定义了这么多头 其实在HP协议里面定义的头还不止这么些 我这个地方主要是把一些常用的给大家列出来了 好,我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里面每一个头的含义了 你们再听了,这都是学习协议的基石 将来你们做外部开发,你们走多远 这个协议很重要 还是照着以前的规矩 我在这里面跟大家写一个记事本 我给它记下来 好,那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是不是请求头吧 好,那客户机在访问服务器的时候 他通常会带这么一个头给服务器 这个头起的是什么作用呢 这个头用来用于告诉服务器 客户机 客户机支持的数据类型 这里面有个示例,比如说我后面带的是这玩意的话和这玩意的话 也是告诉服务器 服务器,我支持HTML和图片 服务器收到这个信息了之后 他就是不可以放心大胆的就给你打HTML和图片吧 他说你支持嘛 是吧 也就是说客户机通常会通过这个头来告诉服务器他所支持的数据类型 好,但我也可以在这边给你们看一下啊 比如清空是吧 好,清空,我现在这样一刷新是不是像服务器发请求吧 你看这个请求头包含什么 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except这个头算吧 这个except的头算 如果这样写的话就意味着告诉服务器 哥们,我什么都支持,来吧 听懂吧,什么都支持啊 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头 再接着往下看啊 这里面还有一个except的什么charside 这个头大家一看也知道 是不是客户机通过这个头告诉服务器 客户机支持的编码吧 客户机采用了编码 好,这个也比较简单 好,那这里面还有一个这样的头 这个头起什么作用 客户机通过这个头用于告诉服务器 客户机支持的什么 压缩格式 支持的压缩数据压缩格式 这一会儿我会给大家做饰演啊 好,比如说啊 你现在通过这个头告诉服务器了 我是不是GCIP压缩吧 那服务器它给你回送数据的时候 它就可以才用GCIP压缩算法 把数据压缩了之后再回送 因为你说你支持嘛 听懂吧 好,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头啊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这样的头 你看,啥意思啊 客户机的语言环境吧 好,讲到这个地方 跟大家稍微扩展一下 不知道你们有这个感觉没有啊 假设你是在中国访问Google 结果你看到就是中文页面 你在美国访问Google 你看到就是英文页面 你们是不是都是访问Google服务器啊 为什么看到页面不同呢 其实就是通过这个头来实现的 因为你在中国 你是中文操作系统是不是 那你访问服务器的话 那那个流氧器访问服务器的时候 默认就会带一个CH-zn这么一个头给服务器 那服务器收到这个头 哦,中国来的 那给你一个中文页面吧 如果是美国人在访问这个服务器的话 那这个 那是英文操作系统吧 那发过来是不是就是EN吧 这样头吧 那服务器看到 呦,你是EN 什么USEN 那你就给你回送一个英文页面吧 听懂吧 这个头和国际化是相关的 明白意思吧 好,我问一下大家 你是中国人 你用的是一个英文操作系统 你访问Google看到是英文中文的 中文用 这个和人无关了 服务器是不是只是看你这个 明白吗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 这里面还有一个Horse的这个头 这个Horse这个头 其实我们开始跟大家讲过了 这个客户机 用这个头告诉服务器吧 通过这个头告诉服务器 告诉服务器 想访问 主机 好,那这里面还有一个EFModifySense 这个头是和缓存相关的头 客户机通过这个头告诉服务器 这个资源的缓存时间 资源的缓存时间 稍微说一下吧 比如说啊,你现在上新浪 是不是 你访问过,你访问过一次首页吧 你访问过一次首页的话 他会看一下 我这个网页有没有更新 你带个时间值过来了嘛 他会比对一下网页的最后更新时间 网页 他会用你带过来的时间值和网页的最后更新时间 你再比对一下,知道吧 如果发现这个网页没有更新 他这时候是不是直接可以通过 你这时候把网页的最后更新时间 你留完期哪缓存呢 如果发现我这个网页的最后更新时间 比你留完期大过来的时间值 要新是不是 那是不是我这个服务器段的网页更新了吧 更新了 那我这时候就给你发最新的页面 听得懂吧 没问题吧 这是和缓存相关的头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其实你们一般做外部开发 接触不到它 但是你要成功高级的外部开发人员 那你不懂它是不行的 因为你想象一下 像Google这样的并发量特别大的网站 它是不是必须要用到这些技术 它不用这些技术的话 那它的网站是无法承载 这世界上这么多人在同时访问的 对吧 它为了提高这个网站的网站的访问性能 它必须要用到这些技术 所以说你要为高级外部开发人员的话 这些东西都要提高 好 这里面还有一个头叫Ripper了 这个头 这个头起了什么作用 客服机通过这个头告诉服务器 它是从哪个资源来访问服务器的 它是从哪个资源来访问服务器的 这话看得懂吗 你抽象吧 这个技术用在防盗链上 好 怎么意思呢 好 来看一下 你再听一下 我把这些乱七八糟的部落都给关了 这里面的东西太多了 这个也关掉好吧 这不要了 这个里面的东西 这里面的东西也太多了 关掉 好 来看 这一盘 他们看的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 WPS 然后1.7 把他打开 机器给他打开 好 那这样 那现在这里面是不是有个超链接 当用户一点这个超链接的时候 他就会给服务器带一个River了 这个River的里面跟的就是这个1.html页面 也就是告诉服务器 我在访问你这个服务器2.html页面时 我是从1.html页面点过去的 听懂了吧 好 给大家演示一下 让你们可能能够看到这个效果 好 我就开个联系了 我刷新一下这个1.html页面 大家最好 我这时候是不是点这个 这个时候是不是点2.html页面吧 再刷一下 我这时候是不是点2.html页面吧 我这点2.html页面的时候 我会通过这个River了 告诉服务器 我是从1.html页面是点过去的吧 好 来看一下 1点 你看这里面是不是一个River了 那服务器收到这个River了 他就知道 你是从哪个页面点过来的吧 好 我说了 这个技术它在开发里面 它起的作用是防盗链 什么是防盗链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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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你是某个网站的管理员 那你这个网站好不容易采访胡蓉姐 就收集了一篇文章 行吧 这样吧 比如说你采访胡蓉姐 胡蓉姐就讲她的经历 你是不是用胡蓉姐的经历 就写了一个网页 胡蓉姐姐的经历 这个经历是怎么东西 不说了 好了 好 我问你 你这个资源需不需要防悼链 你要是不防悼链的话 那你完蛋了 那比如说我有个网站是不是 我这个网站其实我是没有这个资源的 我在我网站上提供过超链接 这个超链接是不是指向你这个网站的这个资源了 那别的一点 我这个网站超链接是不是也可以看到胡蓉姐姐这个日记吧 那我这网站明显没有 那对用户的感觉是不是我这网站也有吧 那这个相当于这个姐姐说我这个资源被人家盗走了 这个肯定要防的 是吧 辛辛苦苦采访胡蓉姐姐好 追了几天才追早是不是 几篇日记把别人这样轻松倒走 那也肯定不准备 那我要防悼链我该怎么做的 那这个胡蓉姐姐这篇日记啊 胡蓉姐姐的这个经历啊 对啊 这个日记这篇文章啊 那你就不能有一个资源 就不能有进来页面提供给人家了 你应该通过程序打给人家 这个程序上来就得到你的Riffle了 这个程序 因为你访问这个胡蓉姐这个资源 你这个肯定从某个网页点过来吧 我上来也得到 你拿来访者的Riffle了 我看这个Riffle了 是不是以咱们网站开头的 对吧 如果是以我这个网站开头的 那你是不是从我的网站迭过来的吧 那我就给你看 如果不是从这个网站 如果发现南方的Riffle不是我这个网站 这是别的网站的话 是不是肯定是悼链者吧 是悼链者 咱们怎么办 悼链者怎么办呢 悼链者骂了一句 不是的 跳到首页上去嘛 如果发现南方的Riffle不是我的网站 是别的网站 那我就跳了首页上去 让这哥们看广告 看完广告的时候 是不是再点我首页的超人机 是不是再来访问了 现在网站盈利模式没什么 就是靠广告嘛 你们应该都有这样的感触的 你们经常上网的时候 是不是看到一个资源下载啊 结果你一点 你能下载这个资源吗 结果超人在网站 手一上去了吧 让我手一上找半天了之后 你再下载啊 就那个资源防盗链了 你懂吧 明白了吧 这个HP协议你要学明白了 其实网上很多 很多东西你就懂了 是吧 以前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都懂了 是吧 好 这是 这个Riffle 这个投资段起的作用 是吧 当然我们以后 会跟他写这样的相关程序 你现在就知道 这个字段的作用就行了 好吧 好 这里面还有一个这样的投资段 那这个投资段起的什么作用呢 这个投资段用来 客户机通过这个投资段 告诉服务器 客户机的 软件环境 软件环境 好 那你看 这后面会跟上 你是不是采用的是 你这个Windows 你这个超系统内核是采用什么吧 你采用的是哪个版本 流暗器啊等等 听懂吧 好 这个 在开关里面 其实也挺有用的 你们经常上网 是不是看到 你访问某个网站的时候 那个网站是不是说 哥们 你使用的超重系统 是Windows的XP 你的IE流暗器的版本号是6.5 他是怎么知道的 你以为他是神仙了 他都是通过你带给他 他获取显示的而已 听懂吧 因为你在访问他的网站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投资站 把你软件环境带过去啊 他只是提取这些信息 给你显示而已 你不要以为他多神秘啊 你不告诉他 他写是个球 他写是不出来 好 这是这么一个头啊 好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cookie啊 这个cookie这个东西 我以后有个专题去讲 他这个主要是 这个投资站起什么 客户器通过这个头 可以向服务器带给付据吧 这样就这样认为就行了 通过这个头 可以向服务器 带一点数据啊 他数据 这个客户头 我们以后会专门去说了 好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connection这个头 这个我就不写了 这比较简单啊 这connection这个头 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我这个请求 我这个请求完了之后 是保持链接 还是关闭链接 如果你想这个请求完了之后 就关闭链接 那你这个connection后面 就更close了 那服务器收到这个请求之后 处理完这个请求之后 他因为断掉 你客户型链接 如果你想保持链接 你便于在这个链接 你便于在这个链接 继续发请求的话 你就什么 cookie的例如 看到吧 这个我就不写了 他这里面还有一个头 你也是经常会看见的 是吧 data这个头 data这个头 其实是什么东西 就是告诉我 我现在当前几个时间值吧 是吧 这是我们常见的请求头 当然你要是把这些玩意 你都搞明白了 那现在 你再来观察一个HP请求 你就都看得懂了 好 大家对啊 我现在 来看一下啊 我清空一下 我这时候来一刷新 是不是访问 你这时候每一个头的含义 你看懂了吧 这个 这个称之为什么 请求行 请求行 这整个玩意是不是请求啊 这个称之为请求行 这个是不是多个请求头啊 好 请求行里面 是不是get 请求方式吧 因为你现在刷新嘛 没指定嘛 是吧 这不干的 那这不请求某个资源 这是不是采用了协议吧 然后这个地方 是不是告诉我服务器的吧 我客户机 这是所有的数据 你来吧 请问他吧 这个是不是告诉我服务器 我这个语言环境 我是不是 这啥意思啊 这个其实就是 中国 中文下面的中国 你看啊 其实在这个流浪器 这里面都有的 你看啊 这个地方有一个语言 你看 这里面就世界上 所谓的国家代码 和语言代码 你看啊 这里面 讲中文的 是不是有很多地方啊 澳门讲中文 台湾讲中文 香港讲中文 新加坡是也讲中文吧 那这个前面 这个玩意 我们称之为 语言代码 这些语 就是代表中文 听懂吧 后面是国家代码 那这个澳门的国家代码 就是MO 这个就是台湾 香港 那这个就是 看到吧 那咱们中国是不是CN呢 那通过这个投资 那你告诉服务器 我是中文下面的中国吧 是吧 那这时候Google就说 给你一个中 那为什么不给你一个 繁体中文页面呢 给你是个简体中文页面呢 是不是通过这个后面来的吧 听懂吧 好 这里面还一个 是不是X86的平台吧 是吧 那这里面这个投资 告诉服务器什么 告诉服务器 我采用的压缩格式 是不是 那这里面还一个投资 告诉 因为我开始是不是 不是第一次访问EDHTM 是不是第二次吧 我是不是已经把EDHTM 说缓存起来了吧 那我告诉你 我缓存的EDHTM的时间值 那服务器会判断一下 你大过的时间值 和这个服务器里面 EDHTM 最后的更新时间值 随心随就吧 如果发现服务器的要新 是不是给你回送吧 如果不比你新的话 意味着服务器的 EDHTM没有做出修改 是不是直接给你回送 是不是直接要你缓存页面吧 好了 这里面还有一个这样的头 这个头是和等于我要跟大家讲的E-Tag配合的 等于在响应的时候 跟他讲E-Tag头的时候 他跟他说这个是吧 其实这也是和缓存相关的 你又是不做特别高级的开发的话 其实这玩意也不需要懂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这样头 是不是告诉服务器 软件环境吧 是吧 然后这里面HOS的头发 就告诉服务器 我先想请求你服务器 哪个资源 哪个主机吧 这个是告诉服务器 我这个请求完了 是段开链接 还是什么 保持链接吧 是吧 那这个地方 KBD5是保持链接吧 以便于这个链接上 就发下一次 好 好 这就是一个请求投资 好 那这个请求的话 那你把这个每个请求投资 搞清楚 那这个请求 你就算 就明白了 休息一会 然后我们继续给大家再讲 讲应 好